我们的002航母已经试航了,现在军迷们都开始关心003航母了,比较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第三艘航母003采用弹射航母,配备固定翼预警机。 至于采用什么弹射方式,个人更看好电磁弹射,方间传闻我们的电磁弹射、蒸汽弹射技术,都在如火如荼的试验着,而两套方案选择哪一套上航母就看技术竞争力谁更强,对于电磁弹射确实比蒸汽弹射更加先进,而且两者弹射原理并没有继承性,因此网络上更加看好003直接跨过蒸汽弹射,采用电磁弹射技术。 其很大的原因第一是我们确实在搞这个技术,而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 第二就是美国的福特级用的就是电磁弹射,我们得向美国看齐。 但是电磁弹射技术应该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以美国的科技实力,搞出第一艘福特级航母就漏洞百出,目前传闻福特又出问题了。 而蒸汽弹射虽然我们也没搞过,但是已经用了几十年,没吃到猪肉也看过猪跑吧。 而且蒸汽弹射的原理即运用上肯定会简单很多,更何况我们很可能就在乌克兰得到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和动力航母的部分弹射技术。 蒸汽弹射技术发展目前应该会更加成熟,看好电磁弹射也是因为苏联这艘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和动力航母,我们可以参考苏联航母的理念。 在电磁弹射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先安装两条电磁弹射轨道,另外两条起飞线采用0-02式的倾斜甲板滑跃起飞,这样即保证新技术的应用,又保证了战斗力。 而另外一条或两条弹射轨道可以在技术成熟后进行改装,这样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方式呢? 如果一次性放弃滑跃起飞,直接全部采用弹射起飞方式的条件下,个人认为还是蒸汽弹射更稳定,直接采用电磁弹射比较冒险。 电磁弹射终将是航母的未来,直接跨越也许太过冒险。 两条电磁弹射滑跃起飞的组合方式,会不会成为003的未来呢?拭目以待。